晚上好呀,今天法妈做了可可爆浆蛋糕 浓郁的奶盖搭配松软的可可蛋糕,真的太满足了 一口就爆浆,特别松软香甜,一起来试试看吧 我们先来制作一个6寸的可可戚风蛋糕 将3个鸡蛋放在无油无水的盆中分离蛋清和蛋黄 在盆中倒入牛奶、玉米油 用打蛋器搅拌至乳化状态 筛入低筋面粉,筛入可可粉,用打蛋器Z字形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分离的蛋黄,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至浓稠顺滑状备用 蛋清中加入几粒柠檬汁,用打蛋器打发至蛋白沉醋泡状态 加入三分之的白砂糖 继续打发至蛋白变得细腻的状态,加入三分之二的白砂糖 打发至变得有纹路的状态,放入剩下的白砂糖 打发至提起打蛋器蛋白沉硬顶状态 接着将三分之一的蛋白放入蛋黄糊中 用刮刀翻拌均匀 然后倒回蛋白糊中 继续用翻拌的手法翻拌均匀 倒入六寸的戚风模具中 轻震几下,震出气泡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150度上下火烤40分钟左右 烤好以后震出热气,然后倒扣晾凉 奶油奶烙中加入糖,牛奶,隔水加热 搅拌至融化,然后晾凉 加入淡奶油,用打蛋器打发至半流动状态 晾凉的戚风蛋糕脱模 这个戚风蛋糕的弹性和柔软性都非常好 然后围上透明的围边 倒入打发好的奶油 筛上可可粉 非常好吃的爆浆蛋糕就完成了